当你沉浸在美妙的音乐里忽然 这情况真的很OK 台北一名S先生 聆听国内外音乐会经验超过40年 其中才刚开幕一年的高雄魏武营 他也参加过至少30场音乐会 但这经验却让他直呼 根本是去魏武营练修养的 因为他常在这碰到 观赏表演过程中 不是有小孩哭声 就是手机铃声 甚至还有迟到的观众 悠悠哉哉进场 让音乐家不得不停止演奏 这样的状况让不少乐迷气死了 同样是资深乐迷的音乐论坛主笔 黄玉昌也附和 魏武营开幕音乐会上也曾发生过 一开始演出的第二分钟就有小朋友哭 第八分钟有另外一个小朋友 咬哇堪息然后被抱出去 黄玉昌表示 其实早期高雄文化中心也发生过 乐征进行间观众急忙找位置坐下 但竟然 种种的观赏状况让黄玉昌直呼不可思议 因为观赏表演准时是基本礼貌 进场后手机关静音 曲目间也不可任意拍手影响演奏 若是迟到了 中场休息完 你再去坐你的座位 而不是你进场就去坐你的座位 高雄特别是迟到进场处理方式 还有手机箱的次数 是特别真的是高的一点 面对观众的批评 魏武营表示 魏武营的定位是众人的艺术中心 因此不会限定特定族群入场 在我们的相关网页 或是售票询息上面 我们都会特别提到说 建议欣赏年龄 自己睡下 但我们并不会在现场做一个严格的限制 对此只能请家长自行斟酌 不要影响其他观众权益 另外迟到待位问题 魏武营也表示 悖和主办单位讨论 搭配入场机制 尽量减少干扰 但最重要的还是希望观众能自律 一起做有水准的怨迷 地方中心高雄报道 国民党不能收买苹果 但是你可以 属于你的媒体 苹果新闻网